李圣经金勇大主演的流星现在正在热播中 轻松高甜的剧情受到了不少台湾观众喜爱 尤其很多网友都在赞 李圣经和金勇大这对长腿CP火花很强 其实李圣经蛮百搭的 身高175公分的他曾经合作过许多男星 每个都是长腿欧巴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回顾 李圣经搭档过的七位男神 搭档安小蟹CP感炸链 搭档男主和甜度超标 李圣经还曾合作过张吉隆呢 李圣经搭档过的男神金勇大 论最近最火爆的韩剧 无疑是由李圣经金勇大主演的爱情喜剧流星 虽然说韩国本土收拾不高 但不管是从男女主角颜值 顶流男星vs网牌经纪人的设定 还是剧中细腻而又真实的心动描绘 对娱乐圈中射出群像的喜剧化表达 都赚足了观众目光 金勇大于剧中饰演飞升国际的明星 与公共场合形象正面 从未有负面新闻 但私底下却是挑剔苛刻的男人 而李圣经则试验经理人公司中的全程部部长 处理各方面的突发事件 当然剧情也不出所料 二人将会有大量磨合场面 继续互生倾诉的剧情 不仅让观众看了超甜蜜 就连娱乐公司的同事也都跟着客气这本CP CP感直接从影幕里满意出来 李圣经搭档过的男神安秀兴 金氏福二长腿CP超惊天 安秀兴在剧中试验的是 几句手术天分的外科医生徐宇珍 身高187公分的安秀兴 和175公分的李圣经 火花超强 两人都是著名的长腿寒心 身高外形都很大 同框画面看起来超养烟 剧集播出时 也有好多观众被救的群分 而且安秀兴和李圣经在剧中是医学院同期 在石环医院相遇后 两人也因为种种事件越来越熟悉彼此 还上演了经典的宠治之温 很多互动都让人少女心爆发 例如李圣经饰演的陈恩菜 患有手术云炫症 安秀兴饰演的徐宇珍就默默陪他克服 超令人心动啊 李圣经大当过的男神南珠赫 要是和南珠赫CP感最强的 那一定就是李圣经了 李圣经南珠赫主演的剧中妖精金服珠 是人气很高的小甜剧 李圣经在剧里饰演怀有金牌猫的剧中选手金服珠 南珠赫在饰演游泳天才选手郑菌亨 小时候金服珠曾救过他一命 两人长大后再次相遇后 菌亨也时常捉弄金服珠 并在过程中渐渐喜欢上辅助 是欢喜冤家日久生情的设定 李圣经和南珠赫都是模特出身 两人的身高外形气质都非常搭 也让当时金服珠一开播 就吸引了许多观众入坑 而且李圣经南珠赫在剧里 还有很多高甜恋爱桥端 两个相恋好的每一幕画面 都像是真的小情侣一样 充满了甜蜜感 又可爱又治愈 当时南珠赫和李圣经 也从戏里爱到戏外 然而这段恋情还是对不过外界的眼光 交往不到一年 两人就分手了 粉丝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所以说战战人CP都是很冒风险的 虽然有句话说 总有一天逆犯的CP会发糖的 但是这糖会不会油 会不会突然断粮 这都是不确定的事儿呀 娱乐圈有很多银戏结缘 最后已分手告终的明星情侣 至今还是有很多CP粉 无法从今辅助出坑 李圣经搭档过的男神尹君相 李圣经和尹君相在Doctor's就曾合作过 两人分别饰演女儿陈瑞宇 哪儿正云道 剧中瑞宇一直喜欢着云道 可惜云道只将她当成妹妹 直到最后仍然没能修成正宫 不过李圣经和尹君相的化学反应超强 当时有不少剧迷都占这对异色CP 后来两人也客串当力沉睡时 一起相听好友李中说 李圣经和尹君相在这部被称为招全CP 因为放闪放得太过疼 都打扰到一旁李中说和秀智恋爱了 尹君相又高又正 足足有191公分 之前尹君相和金汝珍合作 亲吻或者拥抱都蛮心空 镜头要同时排两人也有点困难 她和李圣经组CP都能毫无障碍地同框了 其实李圣经尹君相和李中说三人都是好友 其中李圣经和尹君相因为合作戏剧结实 李圣经和李中说则是在模特时期就认识 甚至已经认识超过10年了 李中说还曾经客串出演剧中妖军型辅助 事业射击冠军 辅助家里开的炸鸡店的客人 合照看起来很有CP感 让不少网友都瞧完 两人可以正式合作一部剧 李圣经搭档过的男神李光珠 李圣经在没关系是爱情啊 扮演一个高中生 和长景录李光珠 成了一对胆门可爱的父线CP 虽然时间有点久了 但这对父线CP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李光珠在剧中暗恋叛逆的李圣经 经过一番曲折 让人终于修成正果 不良少女的狂追树心 加上李圣经 灵动鲜火的面部表情 坏女孩也很招人细哀 而且就这CP站在一起 世界上也好冲击 因为两人都实在太高了 有趣的是 剧中李圣经其实有个坏坏的前男友张基龙 他同样也有187公分 有一属一 这个剧组的演员真的没有一个孩子呀 李圣经搭档过的男神张基龙 没关系是爱情啊 是以心理医学为题材 通过人气推理小说作家张仔练 与精神科医生齿海秀之间的相处 来描述现代人在不知不觉中 带着心病生活的人生和爱情故事 这部剧中 虽然张基龙和李圣经都是小角色 当旧的CP依然撒糖不断 特别是张基龙坚女朋友李圣经的桥段 看张基龙得意的笑颜神 爆笑又甜蜜 展现出莫名的男友力 两人当时甚至还有吻戏呢 而且张基龙与李圣经 都是由模特转转演员泡道 两人同为外籍娱乐旗下的艺人 在作为演员出道以前的模特时期 就很常一起合作 出道前就结下了神后友情 让人倍感温暖 两人转战演员跑道后 慢慢积累实力与演技 现在都成为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演员了 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看到两人合作呢 感觉两人的身高和外形都很搭 能一起主演一部爱情剧的话就好了 李圣经搭档过的男神李向伦 想暂停的瞬间About Time 由李圣经李向伦主演 剧中李圣经饰演音乐剧演员崔弥卡 拥有能看到世上所有人寿命时钟的超能力 但只要他和李向伦饰演的李道合在一起 他的寿命时钟就会停滞 自此展开了一段知求知爱的故事 李圣经和李向伦现实中相差9岁 但在剧里没什么伪合感 两人的互动还非常可爱 最后更打破了寿命时钟的宿命 让观众看得既感动又治愈 李向伦也是李圣经打那过的男演员中最矮的 说是这么说 但李向伦的身高可是有186公分啊 当时李向伦也开玩笑说 他和李圣经的心脏距离特别近 因为两人平均身高有180公分 两人站在一起 果然大半个画面都是常推 Creative 好